欢迎收听湾区直送王家彤 深圳持续落地改革试点项目 前段落实港澳税务专业人士 可以在前海免事跨境执业 放宽了资格的要求 而为了吸引更多类型的人才 前海就最新公布港澳青年招聘计划 还发布了第一个 针对外籍人才制定的 紧缺职业清单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日前发布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计划 由今个月开始 一些前海的重点企业 港资企业和不同的创业公司 每个月定期举行 线上和线下招聘会 向港澳青年提供超过100个职位 今个月率先就有顺丰、京东、 来博视频等19家企业提供141个职位 有企业指对港澳的人才需求大 计划可以帮助到他们 有系统招聘到港澳人才 想吸引多些人才去深圳 都需要一个完整的人才清单 和福利制度才行 前海借鉴了香港和新加坡 对优才清单的做法 并且对超过1500家 前海重点企业进行研究 最后列出50种不同职业空缺 而这份也是内地首份 有关外籍人士职位空缺清单 只要符合相关规定 前海会对外国人提供签证 甚至永久居留许可 并且会提供多种福利 吸引人才落户 而前海企业如果聘用港澳毕业生 最高可以获得13万就业补贴 目前前海已经设立国际人才服务站 为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 处理共243项出入境管理服务事项 有没有想过雨水都可以卖出去呢 湾南长沙早前有公司收集雨水来出售 还将使用权转手卖给当地的清洁部门 价钱便宜过自来水的两成左右 这门生业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